詞曲 厚民族 劉淇淇 詞曲 鳴慧 助手露 曲 寶貞 大家有提到 貧窮手術它的重點 其實就是把乳腺都移除掉 所以貧窮手術 手術的方式大概就只有兩種 一種如果你胸部沒有下垂很嚴重 然後沒有破大 然後沒有皮膚沒有鬆弛 那我們就是從乳孕 做一個小傷口做微創的方式 把整個乳腺去拿掉 讓皮膚慢慢的貼合 這個是第一種方式 那第二種方式就是做一字型 會拿掉大部分的皮膚 然後乳腺組織也會全部拿掉 那就留下一個長長的疤痕 那乳腰跟乳頭去重新做移植 那這樣可以達到一個非常貼合 非常緊實的一個胸膛 平胸手術大概就是這兩種做法 那如果縮胸手術就會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縮胸手術我們追求的 還是要有一個胸部的一個美好的形態 所以怎麼去把胸部做成一個很好的 一個圓形的形態 好看的胸型就非常需要藝術了 所以其實縮胸手術在做法上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簡單的講大概有幾種做法 第一種就是最單純的 如果你現在只是 有些人只是C罩杯 那他不想要這麼大 他想要變成A罩杯B罩杯 那如果本身脂肪又比較多的 那可以考慮最簡單的就是做純抽脂手術 那可以讓胸部適當的縮小 但是通常沒辦法改變到太小 可能變大概少一個罩杯左右而已 這個族群當然是比較少的 那第二個比較大的傳統的方式 會切一個比較長的傷口 包刮乳暈一圈 然後再一個垂直的傷口 然後再加上胸下瘾會一個比較長的疤痕 這是比較傳統的做法 那這個方式它是可以移除掉很多的乳腺組織 跟很多的皮膚 但是它最大的缺點就是造成一個比較長的疤痕 目前我所做的方式是近年來是比較新的方式 叫做垂直傷口的疤痕 所謂的垂直傷口的疤痕 也叫做棒棒糖式的疤痕 所以它只有一個乳暈一圈的一個傷口 再加上一個垂直 大概八到十公分左右的長度 傷口的疤痕 透過這樣小的傷口 其實就可以把多餘的皮膚拿掉 那甚至可以拿到非常多的乳腺組織 那留下的疤痕 通常也不會太明顯 都是可以接受的 皮膚拿掉之後就是要去把乳腺拿掉 然後再把剩下的乳腺重新去塑形 那如果去塑形出一個比較好看的胸型 比較適當的大小 其實就非常需要醫師的經驗去做 那所以最後它留下的疤痕 通常也不會太明顯